很多人在跟另一半相熟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有我们自己不满意的一些地方 毕竟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争吵闹矛盾 我们称这个过程为魔法 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当然有 那就是调教 假如有一个人送你一个鸟笼 那么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 你把鸟笼扔了 第二种 你养了一只鸟 在外界人的眼里 看到你的鸟笼就会好奇你的鸟去了哪里 不停的询问你 反复你只买了一个鸟笼 却没有鸟你就会成为异类 最终只要你有能力 你有一点兴趣 你就会把鸟给养上 这其实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鸟笼效应 简单说明就是两种事物同时出现的时候 在潜意识里我们会把它们形成一种联系 当其中一个事物单独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倾向于让另一个事物也同时出现 在恋心理学中鸟笼效应也影响着我们和恋人的关系 我举一个例子 你和你的女朋友相处得很好 她跟你在一起也很幸福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由于你还没有房子 你的女朋友从小到大 在长辈和朋友的口中听说结婚是必须要有房子的 所以我们往往会把房子和幸福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她也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把幸福 结婚房子三者联系到了一起 其实她只是想要有幸福 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的 但往往把房子看得太重了 当然她也知道幸福和房子不是必然联系 有的人婚后不和谐 该吵的吵该离的离 这往往是鸟龙效应最可怕的地方 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 有房子才有靠商和安全感 日子才能过得幸福 正是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给我们带来了压力 那我们如何利用鸟龙效应来调教我们的另一半呢 比如你的女朋友特别的懒 既不做饭也不洗碗 也不分担家务 还常常把家里弄得一团糟 你想让她改变 但光靠嘴说 对方不紧不听 还可能会带来争吵 这时候你就可以利用鸟龙效应了 你对你女朋友说 过两天我几个哥们过来家里吃饭 到时候注意一下多帮忙干活 不要留下不好的印象 接着你在私底下和你的哥们商量好 等到聚餐的时候 哥们看着你女朋友帮忙干活 几个哥们就在旁边说 你小子可以啊 不仅女朋友长得漂亮 关键还分担家务 做饭又好吃 比我那个前任强多了 我那个前任傻也不会 还好吃懒做 说了也不听 最后分了 几个哥们在一旁议论纷纷 接着说以后找老婆得找你女朋友这样的 好吃懒做的千万不能要 假装上演一波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你女朋友肯定听进心里了 到时候你再多夸夸他 你看你最近这么会分担了 让我感觉幸福感满满 接着在隔三差五的邀请兄弟们来家一起吃饭 你应外合 时间长了 你女朋友就改掉了之前的坏习惯 人总是会有惰性的 但我们可以利用鸟笼效应 让你的哥们给他慢慢逛出一种观念 好吃懒做女朋友不能要 不懂得分担交务的女朋友不能要 如果你的女朋友还在乎这种感情 那么他也会去注意到自己的问题 学会了吗同学们 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关注投币点赞 我将会在下一期的视频教大家 邀约女生百分之百不会被拒绝的方法